在这个一切讲究效率的时代 我们总会去找一些最快速 最节省时间的方法 来完成自己的目标 对于减脂减肥来说 我们搜索了一个又一个的方法 尝试了一个又一个新的饮食计划 总觉得 也许这次就会马上见效 就是正确答案 然而 当你靠意志力尝试了这些计划之后 发现自己并不能坚持下来 结果是 自己努力了一圈 既浪费时间浪费钱 又回到了原来的生活状态 这样两三次之后 你就会非常有挫败感 甚至会自暴自弃 就感觉 好像这辈子都不会减肥成功了 如果你是像我上面说的那种情况 大家要记住 这并不是不能改变的 我们之所以不断失败 是因为过于高估了 自己的行动力和意志力 从而采取一些短期有效 而不可能长期坚持的方法 而我们应该做的是 把减肥或减脂拆分成一些 看似短期不会见效 但又可以长期坚持 渐渐改变我们生活方式的小习惯 那到底哪些习惯可以帮助我们实现这个目标呢 当我们人在饿了的时候 大脑给出的信号是让我们寻找食物 然而有时候 我们会将渴和饿的感觉进行混淆 所以你经常会发现 有些人明明是渴了 但却在吃东西 这时如果我们身边随身带着水的话 你就会下意识地先喝一点水 从而避免这种情况的出现 根据2016年的调查研究发现 每次在饭前喝两杯水的人 要比直接吃饭的人少吃22%的食物 而且他们自己并没有刻意控制吃饭的量 因为当水分进入肠胃后 会立即给予我们一定饱腹感 尽管这个感觉只是暂时的 但它很有可能会阻止你 因为冲动而吃一些热量很高的东西 所以第一个我推荐大家养成的习惯就是 不管你在任何地方 随身带着水杯 对于减脂减肥来说 食客保持水分充足的状态 还会一定程度上加快我们的新陈代谢 提升减脂速度 所以无论是在我健身 工作和朋友出去玩 我都会随身带一个比较大的水杯 这样不仅会帮助我 食客保持水分充足的状态 而且还非常省钱 避免我因为太渴或者太饿 而买一些高热量的饮料 第二个习惯 记录你每天吃过的东西 在20年前 绝大多数的医生给减肥者的建议是 彻底改变整个生活方式 给一个非常严格的饮食计划 配合着规律的运动 然而他们发现 所有这些减肥者 靠意志力坚持了几周之后 都有回到了以前的生活状态 所以在2008年 医生们尝试了另外一种方法 他们让1700个参与者 在减肥的过程中写饮食日记 那么为什么只是一个小习惯 就会有明显的不同呢 因为医生们发现 这些参与者在记录自己饮食的过程中 发现了平时不知道的问题 比如有些人看到 自己在早饭与午饭之间特别爱吃零食 所以会提前准备好一个水果在身边 有些人因为晚上特别无聊或寂寞而吃东西 所以推后了晚餐的时间 有些人用记录本来提前规划自己一天的菜单 而所有这些行为都是自发的 并没有被医生所要求 也就是说这样一个小的习惯 引发了一系列的连锁反应 而在习惯的力量这本书里 把这种习惯称之为基石习惯 所以如果你在减食减肥的过程中 经常反弹或者坚持不下来 也可以先不用跟随某个饮食计划 而是从记录自己已有的饮食开始 这样不仅更容易做到 更重要的是它会产生多米诺骨牌效应 让你不自觉地形成其他的健康习惯 另一个能帮助你减肥的基石习惯 就是每天测量体重 尽管很多人非常抵触测体重 因为它会让你产生暂时的焦虑情绪 但从长期上看 它却可以引起很多积极的连锁反应 在2014年为期六个月的实验中 在对比了每天测体重和一周少于七次的试验者 他们发现每天测体重的一组 会自发地摄入更少的卡路里 吃更少的零食 减少在外面吃饭的次数 减少看电视的次数 并且增加了健身的时间 同样这些行为都是自发的 并没有被要求 一个小的习惯 在不知不觉中改变了很多生活中的决定 当我在每天早晨看到这个数字的时候 会自动地想起 昨天吃了什么 以及为什么要吃这些东西 整个这个过程都是在潜意识中进行的 它会让你不由自主地 在接下来的一整天 注意自己的饮食选择 所以不管你是为了减肥减脂 还是为了维持体重 我都推荐大家每天养成 早晨空腹侧体重的习惯 值得注意的是 我们没有必要太在意 每天的数字本身 而是要以周围单位 看整体体重的趋势 这样会对自己的状态 有一个更加客观的了解 从而避免过度焦虑 而采取一些极端的饮食方法 另一个基石习惯 就是运动健身 大家都知道 运动健身 对我们的身心都有很多好处 然而 先不说运动本身 能不能帮助我们减肥 就是去运动这个过程 就会拦住很多人 所以我推荐 对运动有抵触情绪 或者很难养成健身习惯的小伙伴 可以从每天晚饭后 快走15分钟开始 因为无论是学生 上班族 几乎所有人都可以做到这一点 而且在快走的过程中 如果可以达到一定心率 还可以最大化我们脂肪的利用率 尽管有调查研究显示 饭后只有在有氧45分钟以上 血糖指数才会有明显的下降 但是 我并不推荐 大家以45分钟为目标 因为这会增加我们开始行动的难度 而我们的重点 是要尽可能每天都能做到 逐渐把它当成生活中的一部分 那对于我个人来说 尽管我有去健身房健身的习惯 但是我仍然会在晚饭后 在跑步机上 或者外面快走15分钟 因为这不仅可以帮助我保持体脂 同时还可以促进肠胃蠕动 加快消化 增加我的身体疲劳 提高晚上的睡眠质量 以上呢 就是我给大家推荐的这四个习惯 虽然有些习惯在之前的视频里有提到过 但是我觉得讲得不够深入 因为在我看来 无论我们在生活中希望做任何改变 都需要经历三个阶段 从知道到行动 到最终成为这样的人 很多人会卡在从知道到行动的这个阶段 就是因为给自己制定的行动难度过大 从而缺乏掌控感 不可能长期做到 所以我希望通过这期视频来提醒大家 一定要降低难度 也许饭后走15分钟 对你来说仍然很难 那就降低到10分钟 甚至是5分钟 我希望大家最终能够达到的状态是 当别人问你 为什么要做这些事 你会答说 没有理由 因为我就是这样的人 如果到了那个阶段 你肯定已经减肥成功了 那今天视频到这里 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